事实上连年轻人都有可能遇到肌扫症这样子的问题 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行动变得蛮吃力的 有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 如果你五次连续的起立坐下 会需要花超过12秒的时间 那可能就是一个肌扫症的一个警讯了 如果你的走路开始变得越来越慢 一走10公尺如果会需要超过8秒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个肌扫症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因具 再来就是如果你在半年内在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 你的体重却掉了超过8以上 那可能也代表说有一些肌扫症 肌肉正在流失的一个状况 嗨大家好我是父亲科医师刘碧涵医师 肌肉其实可以分为骨骼肌平滑肌以及心肌 它们的组成还有功能稍微有些不同 但是其实透过收缩产生动作 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 研究上发现只要超过40岁以上 肌肉的流失量会每年达到8% 而到70岁以上甚至会高达15% 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我们的肌肉 不要这么快速度的这样子流失呢 那是不是只有老人才会遇到这样的课题 而年轻人完全不用担心呢 事实上连年轻人都有可能遇到肌扫症这样子的问题哦 肌肉其实跟我们的身体其他组织一样 都会有一些合成也会同时进行分解 当分解的量还有速度大于合成的时候 那它可能就会流失啊 那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肌肉流失 像是缺乏运动长期卧床或者是失能 那有些人是因为长期处于慢性发炎 或者是身体都常反复的感染 像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说他是肥胖 肥胖会造成说我们身体很多一些发炎的一些反应 女生爱憋尿呢可能反反复复的都会有一些泌尿道感染 它也会增加身体的一些 肌肉去分解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尤其是内分泌科的疾病或者是癌症 也会加速肌肉的流失 那再来就是营养不足 所谓的营养不足来讲的话 不等于热量不足哦 其实很多人热量摄取的是够的 可是它的营养的成分可能蛋白质的量不太够 现在在临床上我们很常看到一种状况 那就是年轻人他可能会采取 比较过激的一个减重的方式 在短时间内体重大量的一个下降 但是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反而常常流失的是你的水分 还有肌肉 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行动变得蛮吃力的 比如说他从坐在椅子上 要起身的时候 你发现他要扶一下把手 扶一下大腿才能站起来 而且站得很缓慢 这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症状哦 有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 如果你五次连续的起立坐下 会需要花超过12秒的时间 那可能就是一个肌小症的一个警讯了 如果你的走路开始变得越来越慢 一走10公尺 如果会需要超过8秒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个肌小症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因具哦 再来就是说容易反复的跌倒 连一般的一些人行道啊 或者是平坦的地面 他都容易走路不太稳 然后会软脚一下 这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 再来就是你可以观察自己或者是长辈 有没有一些握力下降的一个情形 在日常生活中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看 他在拧毛巾的时候 是比较没有办法把水真的拧干 或者是说在转瓶盖的时候 他好像会需要人家帮忙 或者变得很吃力 再来就是如果你在半年内 在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 你的体重却掉了超过5%以上 那可能也代表说有一些肌小症 肌肉正在流失的一个状况 所以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 你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 那就要好好的去做治疗 那如果你本身有一些体重过重的一些问题 适当的一个减重 其实反而会让你的肌肉更可以保持维持 你在饮食方面上来讲话 你要同时摄取足够的热量 还有足够蛋白质 为什么足够的热量也很重要呢 当你的热量不足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先去分解 我们肌肉当中的一个蛋白质 蛋白质我每天需要吃多少呢 是你的体重的1到1.5倍 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50公斤的人 那我们会建议你每天的摄取量 大概来到50克或者是75克 这样子的一个区间一个范围 可以拆成三餐平均的去摄取 如果你有在运动的人 你甚至可以再把克数比例拉得更高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前提是你的胜功人士是正常的 再来也可以补中一些维他命D 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一个正常生理机能维持 像是蛋黄啊 鲑鱼啊 木耳啊 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维他命D 再来适度的一些日光照射 去晒下太阳 其实也会很有帮助喔 我们维持肌肉量 除了要给它适当的一个来源以外 我们也要刺激它的合成 对不对 那主要我们讲的就是 主力训练 要有一些肌肉出力 收缩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会建议每周的频率 大概是三到五次 那每次尽量有个三十分钟 当然这可以依据 你有没有运动习惯 或者你的体能 稍微去做调整 你的大腿啊 或者是屁股啊 你的上吃等等肌肉 你可以在这么一周当中 去平均的分配 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肌肉太痠痛 而放弃了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习惯 首先我们可以找两个600cc的水平 如果肌耐力比较好的人 当然是把它装满咯 那如果肌耐力比较不足的长辈 可以先从半瓶水开始 两只手分别持一个水平 那可以先从简单的手肘的弯曲开始做 那做完之后来讲的话 可以变成水平的一个 往上抬 前举的动作 还有侧抬的动作 建议分别做十下 十下为一组 会建议做三组 再来我们可以找一张 家里比较稳固的影子 搭着椅背 做反复的一个踮脚 然后往后蹲的动作 往后蹲的时候 然后要注意 膝盖不要太往前顶 慢慢的反复做 我会建议一组十五下 那总共做三组 再来是登阶训练 它其实会非常吃腿部的一个力量 那在家里可以找个 有楼梯间的一个地方 一阶是不够的 我们会建议大概是两阶 哦 当然如果老人家平衡感比较不好的话 那还是从一阶的训练开始 一般民众我们会建议从两阶开始 那反复的胯上胯下 胯上胯下 右脚上左脚上右脚下左脚下 这样叫做一下的话 我们要完成三十下三组 才是整个做完哦 肌小症不只跟我们的行动灵活度息息相关 也会跟以后老年失能的问题很有关系 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地保留我们的一个肌肉量 也有可能造成你的失能提前的发生 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帮助肌小症的一个改善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日常的饮食还有运动去着手 如果已经有肌小症的问题 可以讲复健科 或是老年医学科 或者是营养师 去做进一步的咨询 那好 其实生理奇妙 我叫做 嘿嘿 应该没有 谢谢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喜欢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